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生命是人家看得见的 这个人他很外向 这个人他很热情 这个人他很冷漠 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 这个是人从外面看见我们生命的呈现 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 东西文体知道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说我们里面的生命 或者圣经上说里面的人 或者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个内在的生命 那我们所过的生活 弟兄姐妹 我觉得神真的呼召我们要过一个生活 就是回到里面 所以我们说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一个内在生命的生活 就是你常常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你回到里面 你仰望耶稣 回到里面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地方 把自己关起来 那开始拼命地祷告 不是 而是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因着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天每时刻的这样一个操练 所以你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你可以再做任何事 你就可以回到里面学习怎么样的来 仰望神 亲近神 特别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在说我们都会有很多困难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面对的巨人 有一些环境 那你要知道这些环境 这些巨人 其实是神给我们的 是神所允许的 神把这些 就像当年 神要带领百姓进到迦南美地 可是神并没有把迦南七族的人都赶出去 神要他们自己去征战 为什么 我觉得神也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好好的 都给你做好了 就像现在好多的父母 每一次给孩子们 什么都给他们做好了 让他们舒舒服服在家里 所以很多孩子都活得很滋润 都就是在家里 什么都不用做 衣服不用洗 饭不用烧 反正起来 反正一切好像自然而然都做好了 所以他们变成不会 有的时候他们不太会生活 只会花钱 可是呢 神他不要我们这样 因为你知道这样子 有的时候人如果都不长大 他就会成为一个废人 那你不能什么都 人家帮你都做好好的 饭给你端到你的面前吃 然后呢 钱给你放在你的身旁 给你花 或者什么 你都不做 不可能 弟兄姐妹 如果你生命要成长 你就是要面对你生命中 神摆在我们环境中的这些巨人 就像当年 神就告诉百姓 你们要进迦南 可是神为我们留下这个迦南七主 神就是要他们去征战得胜 可是神不会把一个 你做不到的事给你 弟兄姐我在说 神不会 我们生活当时会有很多的巨人困难 可是你一定可以打败他 可是神并不是要我们 一直一天到晚就去打仗 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我们信耶稣好累 每一天一直在打仗 不是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需要 有的时候你需要起来 刚才面对要打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 真的我觉得这个道路 但愿很多人可以找到这个道路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 所以有的人信耶稣 信到最后 他们也信得很疲倦 他们一直在打仗 一直在打仗 可是其实不是 我自己觉得 好像神有时候让我们 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 神就是要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要转向他 转向神 各位姐妹你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好像我们常常在做一件事 我前面有巨人 我前面有红海 我前面有困难 可是主就是要帮助我们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追求 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 各位姐妹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神 然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怎么转向神 我转向神的时候 我在看什么 不然的话 你说我看到前面有巨人 可是我转向神 我看神 我是看什么 有人就不明白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这个角度 这个事情来讲到 我们怎么样一直的来转向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 各位姐妹 在纳红书第一章第七节 讲到说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主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所以各位姐妹 你要做的是 这里讲到说 特别是在患难的日子 你要来投靠神 也就是说 我们要更多地靠近神 在患难的日子 有的时候 我发现两个极端 有的人在患难的时候 他们就是 有的人就会很倚靠神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 这是好的 可是有另外一种人 在患难的日子 他们就越多地倚靠自己 比方患难的日子 没有钱 所以他们就怎么办 一直加班 一直加班 一直去工作 或者一直去想钱 怎么样可以挣钱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可以来应付这个账单 可是另外一方面 所以有的时候 我说的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极端 我们生病 有的时候 我们在患难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有的人 就会很多地来倚靠神 可是也有的人 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觉得 信一个神可能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 要开始 开始 这个也拜 那个也求 很多这样子 所以 各位记录 你要了解 神希望我们 神是良善的 祂希望我们 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 在你面对你前面 有时候你会遇到 有些巨人 一些挑战 神希望我们 要更多地来投靠祂 来转向祂 事实上神要 我们所过的生活 很简单 就像明家书 第六章那边讲到说 神像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也就是说 在你生活当中 就你们不管 那个困难是什么 你要继续行公义 所有就是 你要继续做对的事 走对的道路 然后你要继续的 好像里面有怜悯的心 那是耶稣基督的心 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继续与主同行 继续地学习来仰望神 所以当我们面对 这个才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你在面对你的环境的时候 神并不期待 好像有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这些环境 我们只是一味地抱怨 或者只是在那里 命令他 离开 离开 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也许有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这样子做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你感觉是一个搅扰 你要斥着他离开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问题是 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操练 我们里面不要一直看这个困难 你越看困难 你就把你的主看得很小 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困难太大了 我们真的做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心 就会越来越消化 我们里面我们就上不来 你记得那天 当神要带领百姓进加南 可是就是要先盼探子 去勘察那个地形 对不对 有十二个探子 其中有十个都讲负面的话 只有两个是 迦勒跟约书亚讲正面的话 我们要了解 神带领我们进加南 为什么这些探子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神给我们的一个试验 有时候神让我们看见 神要给我们的 有时候是很美好的 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 但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 有的时候是我觉得 最主要是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十个探子 跟这个加勒约书亚 两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心不一样 这个十个探子 他们就是怎么样 他们的心 就是他们里面充满了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领受 神的祝福或者相信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 因为他们的眼睛 都一直看巨人 他们没有转向神 所以他们里面 就是充满了负面 所以你知道 有一个负面悲观的人 在他的里面 他就只会注意到 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 就是觉得很糟糕 很糟糕 即使有时候 你听见一个好的消息 好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 我们仍然会有一些 里面会担心 这个担心的 或者看到一些 比较黑暗负面的事 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都是会的 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十个探子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好像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一个人 当然我在说 如果你不操练 你也是很难 一个事情临到你 有的人就是习惯 看那个负面 就像我以前 看过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老师 他进到教室 在白板上 就画了一个黑点 他就问学生说 你们看到什么 那学生就说 我们看到一个黑点 这样子 那老师在说 你们看到什么 还有看到什么吗 他们说没有 就是黑点这样子 后来老师就告诉他们 你们除了黑点 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吗 学生都说没有 后来老师说 你们没有看到黑点 旁边白板 还有很多的白色的部分吗 我相信老师在告诉他们 我们人生虽然有时候 会有黑点 有时候我们看到 那个不好的 有时候我们只注意 那个不好的 那个悲观 那个困难 你们有发现 这样的人生 其实还有很多都是美好的 他说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的一个 一个状况 一个状况 所以有的时候 这就是 这个探子他们 为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 领受神的丰满 因为他们里面 一直的被这个负面 所冲刺 所以就觉得 如果有的人 他们我们的心里 常常会充满这种 很容易 有的人是习惯性的 一遇到什么 就是想到不好的 一遇到什么 一听到什么消息 就是想到不好的 那你就是要再转向神 更多的转向神 这样子 有一个师母 他就身体不好 他就是因为心脏病 所以后来开刀 一周内他开了两次刀 那所以医生从他的心脏 抽出了700cc的水 就差不多两公升的 这个宝特瓶 那就是三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分量 这样子 那所以呢 他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 人们来看 他觉得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可是呢 他就 他自己 他就充满了感恩 虽然我在说 是一个不好的事 可是呢 他就是感恩 他觉得 神啊 我发现 我们可以 这样子的呼吸 我们的心脏 每天可以跳动 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恩典 所以他就在那里 感谢 他没有因为说 动了这个手术 就觉得说 哎呀 以后要 好好地照顾 我们的心脏 让他好好地跳 或者说 啊 主 怎么让我的心脏 是这样 没有 经过这个事情 他更加地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经过一些事情 让我们 不是只是看负面的 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 一定有神要让我们 学习的嘛 我在说 因为有的人 他们常常抱持这种 负面的态度 或者对什么事情 都会怀疑 那你对什么事都会怀疑 你会在一些美好的事上 你就会打上问号 所以当时 他们虽然看见 这个地方是流南与密之地 觉得很好 可是问题是 他们又想到 又怀疑 虽然是流南与密之地 很棒 可是那个巨人 我们可以打得下吗 有时候就觉得 很难哦 很难 就有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就是 你一直看巨人 你就会怀疑 你一直转 你开始转向神 你才会相信 你才会相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汽艇 叫做上西八号 这样子 那他们就开入了 这个海 充满了这个 船 舰艇的这个海域 那边当然有很多的鱼雷 这样子 所以就是 有一点危险 可是他们就刚好 开到那个海域当中 所以很多人在里面 他们就会很害怕 晚上都没有人敢睡觉 因为就怕鱼雷 打上来 这样子 就是突然 就是会 就是会有危险 那碰到那些 这些东西 就是怕会炸到他们 但是呢 只有一个船到人 继续去睡觉 那所以后来 就有人就问他说 怎么我们都睡不着 你怎么还可以睡得着 这样子 那这个传道人说 他就讲到说 他说 我不担心啊 因为我们的神 他也不打顿 也犯不着 我们大家都一直醒着嘛 这样 就是我想他就是相信神 他就是把他的生命 交在主的手中 对我姐妹在患难当中 对我姐妹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相信 我们就会怀疑 我们就会担心 怀疑就会带来很多的担心 不安 那你每一天 你都会活得很紧张 很紧张 所以呢 他怪不得他们 因为你一直看巨人 一直看恐怖的事情 就像这些百姓 他们在船上 他们一直担心鱼雷 会碰到鱼雷 会打到他们 或者怎么样 会引爆这个爆炸 或者什么 所以就会很紧张 很焦虑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都是我们环境中的巨人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 我会不会踩到地雷 我会不会碰到什么事情 那基本上你就会活得很有压力 你就里面不容易相信 你就会 就是觉得 我在说你就会觉得很困难 那你一定要拒绝 不要看巨人 不要看这些环境 就是说 你不要 你越看这个环境 你知道你就会越近到里面 其实你里面 你就是会怕 就是会怕 而且你就会越多 因为一直看 你就会越多的觉得 你没有办法进入 你就觉得 你大概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 出生之赌不畏虎 就说 因为他们刚开始 刚开始出生的 这个 小牛 赌是牛 或者什么这种 那也许他们刚开始 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怕 所以他们就 也许他们就 就一直往前冲嘛 可是有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人生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历 所以我们就开始 人越老啊 就有时候我们会越怕 因为我们也看了很多 很多事情 很多历史 很多问题 让我们看见 你这样做的结果 就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变成 我们也不敢去尝试 我们也不想去碰 这样子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看巨人 那我们需要转向神 你转向神并不是逃避 有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 巨人的问题 可是你会就是 会有信心嘛 你就是会有信心 所以迦勒跟约书亚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不同 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到 迦南美地 他们可以得到 神所称许的 神对他们的赞美 我自己觉得就是 他们有不同的心智 他们知道有巨人 他们知道有坚固的城墙 可是他们一直看伟大的神 他们知道我的神 他可以带领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迦勒跟约书亚 他们就鼓励 其他的探子 还有以色列人说 不要怕纳地的巨人 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 对我记住 你可以 你知道当你 一直转向神 就会带来一个祝福 就是你就会一直看到 神的同在 如果你不转向神 你一直看巨人 你就会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完了 可是你一直转向神 就是你的里面 回到里面 你就说 主我相信你 主你与我同在 主我们赞美你 如果你知道说 这是神要给你的应许 或者你相信 这是神要给你的医治 神要为你开路 神要供应你 那你就不要一直看环境 你就是抓住神的话语 一直仰望神 就是仰望神的话 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不要害怕 我就是要这样坚定的 把我的眼目 放在你的身上 有一个作者 他叫做赛珍珠 他是一个文学家 所以他也曾经 是一个美国的女性 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他也得过普利兹奖 这样子 可是他小时候 跟他的爸爸妈妈 是在中国宣教 就是他父母在那边宣教 他们是在中国住 那他讲到说 那天他爸爸去传道 不在家里面 所以妈妈就在家里 织毛衣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们就从窗外 门外 他们就听见 有人在那边叫 有一点叫嚣的声音 所以他小孩就偷偷地看 就打开窗户 就看见村里的人 就在这边 有点集结 当然也不是说到 好像一大群的报名 就是有好几位 就三三五五的 这样子 就是聚集在那里 他们就指着他们的家 说自从外国人 这个洋人搬到这里来 就把外国神 这个洋神给带来了 使我们的神生气了 因为当时他们风雨不顺 收成也不好 所以他们就怪 一定是他们外国的洋神来了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们 轰出去这样子 要把他们全家给杀了 来祭神 把房子给烧了 这样子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那天早上 因为这个丈夫也不在 所以赛珍珠的妈妈 就有点紧张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巨人 对不对 立刻 而且很可能 你会有生命的危险 财产的危险 但是呢 她做什么 她就是回到里面 她就坐下来 她进到她的屋子 回到里面 她就仰望神 她就亲近神 很短的时刻 她没有太长的时间 好像她可以做什么 看她这个时候 她就仰望神 她就亲近神 主啊 主我要赞美你 好 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圣灵可以在那个时刻 充满我们 弟兄姐妹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害怕 神会把我们里面 那个焦虑 那个紧张 那个无助 金黄 可以拿走 所以当她这样 一直地仰望神 主我要赞美 而且她一直地赞美神 一直地赞美神 把他们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 信靠神 那后来 神就引导她 神就引导她 那她就泡了一点茶 预备点茶点 就在那里等候 后来他们就冲进来 就往敲敲敲 那样子进来 就开门 让他们进来 那这个赛珍族的母亲 就笑咪咪的 就招待他们 虽然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可是她就是用微笑 她求神的 弟兄姐妹 在患难当中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说真的你才笑得出来 不然你看到一个讨厌的人 你也是笑不出来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 她就保持主的同在 她就微笑 就接待他们 那因为 很大的落差 人家来打你 然后你笑咪咪的 人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他们也好像 几个大男人 也动手 也没办法动手 就打一个女人这样 所以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先坐下来 那这个赛珍珠的母亲 就邀请他们喝一点茶点 吃一点饼干 喝一点茶这样 那他们在吃的过程 赛珍珠的母亲 就跟他们说 我来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吧 你们慢慢吃 所以他就在钢琴那边 他就弹起 风琴 在风琴 他们就弹风琴 用中文来唱诗歌 给他们听 就这样子 这件事唱完以后 那再做一会儿 他们就走了 好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样就不了了之 对不起 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 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极难 有的人在这种极难当中 一直看巨人就觉得 那我们要来解决 我们现在来谈 我们现在要来做什么 就有的时候 不是你要去谈什么 有的时候不是你要去做什么 你要去介入什么 有时候你可能要做的就是 祝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人家就是要来打我们 人家就是要来伤害我们 人家就是要来攻击我们 你能做什么呢 而且这两个母女 手无腹肌之力 能做什么呢 可是我们有主 所以他们就仰望神 主啊你是我们的保护 虽然有巨人来 有人要伤害我们 可是主 我们要来投靠你 在患难的日子 你是我的宝藏 所以我要来投靠你 我要谦卑的与我的神同行 在这个时刻 我要更多的下来 一个人可以这样 一直的转联 一直转向神 转向神 弟兄姐妹有一个秘诀 刚刚我们讲到说 迦勒跟约书 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 你知道你的心智 是人不可以夺走的 你的心智就是你的决定 对不对 你的决定 这也是魔鬼 他常常攻击我们的 他要改变你的决定 他要让你有一个决定 新的决定 让你不要跟随主 让你不要爱主 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不同的心智 在我们的里面 你这个心智被神得着 就是你知道 没有人可以影响你 就像这十个探子 你看 如果说真的要投票 他们也都输了 可是呢 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样子 他们这些人也很大声 那都是巨人 我们就像杂蒙一样 我们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去 我们都成了炮灰 会死一堆在里面 不要进去太危险了 我们宁可在这里 吃不好也没关系 那至少我们在这里 还可以活着进去死路一条 当大家都这样吼的时候 你知道 很多正面的声音都出不来 今天我们社会的问题 就是这样 很多正面的声音 为什么出不来 大家不敢讲 所以社会上都是充满了 那些负面的声音 因为负面的声音很大声 只要有人讲一个真话 讲一个正面的话 就立刻被打压 就立刻被抹黑 就立刻有一些 这些 就是攻击在你的身上 所以没有人敢讲真话 可是你看 当一个人 他另有一个心知的时候 他面对这样的一个错误 人们没有行走在 神的道路当中 他说那不是神的旨意 他就告诉他们 那不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进迦南 虽然有巨人 可是主与我们同在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他们是我们的饭 所以他为什么讲话 这么大声 因为他有信心 他有另一个心智 他真的看见主 他看主大到一个地步 所以主很大 所以他觉得巨人很小 这没有问题 一踩就一定会死的 不要怕 可是问题是 这些百姓 因为他们一直看巨人 所以他们觉得巨人很大 耶稣很小 上帝很小 一踩就没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心智 所以东姐妹你说 那我怎么样可以拥有 这个像迦勒 像约书亚一样 他们有不同的心智 我们可以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我们可以这样坚定的来 跟随神 这就是你要追求 你要不断的追求 你要花时间亲近神 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就是一直把你的眼目 放在主的身上 放在主话语的上面 主啊 你是我的主 我要来投靠你 我要来相信你 我现在有点敏感 我觉得我有点怕怕 可是主我拒绝 这样的一个害怕 我知道这个害怕 不是从你来的 所以主啊 我要相信你 我要赞美你 这就很奇怪的 就是当你一直的赞美神 你里面那个天然人 那种敏感 或者那种负面 消极的思想 本来他在你的里面 告诉你 你不能哦 你会很惨哦 你很糟糕 可是当你一直赞美神的时候 突然之间 有的时候不见得立刻 可是经过一点时间 因为你一直这样操练 生命就会吞灭死亡 这个正面的 会吞灭这个负面的 渐渐你就会相信 我的主 我的主 他一定可以得胜 所以你知道 我们怎么样可以 拥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智 你可以有一些操练 比方你要操练 你要做一个 有异象的人 当我们论到异象 弟兄姐妹 异象可能是 神摆给我们 比方在教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异象是要 爱神爱人爱灵魂 对不对 我们的异象是 福音要从 喜安 直到地基 我们就是 神给教会的异象 这是个异象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仰望神 这样做 有没有爱神 这样做 可不可以达到 爱人 或者说传福音的目标 可以帮助人 因为你有异象 所以你做什么事 可以跟这个连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圣经有讲到 另外一个异象 这是应该每一个人 都有的异象 不管你在任何教会 一样的异象 就是耶稣 就是我们的异象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记得大卫说 大卫说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的面前 因为我看见神 在我面前 我就不自动摇 耶稣就是你的异象 当你看见 耶稣就是你的异象的时候 这就是你一直看主 你就不会看那个环境 看那个巨人 那这个就是要操练 在任何环境当中 耶稣是你的异象 所以你就不会摇摇晃晃的 好像在那里 就是摇摇白白的 耶稣是我的异象 我要常将主 摆在我的面前 因他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不会动摇 主在你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我可以这样子来相信你 因为你是我的异象 所以我一直看见主 所以我就把我拒绝 不要让我的眼目 好像一直看环境 这就是你常常操练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等候主 我们所做的 我们坐在这里 不是说等时间过了 等一下听个讲道 唱个诗歌 来结束早上的聚会 不是 而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仰望神 耶稣你一直与我同在 主你就在我的面前 主我仰望你 我亲近你 然后常常在亲近神的过程 当然神就会 把他的启示 把他的话语 或者把他的同在 更多地赐给我们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除了看 神是我们的异象 还有呢 你要怎么样地操练 你自己可以另有一个心智 就是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 顺服的心 就觉得神给我们的话 常常不是建议 有的人就把神的话 当作建议 保罗说你要把自己 当作活祭献给神 这个不是建议 想一想 我要不要献 或者主说要常常 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不要为明天忧虑 这个都不是建议 有空的时候 你要喜乐一下 有的时候你不要太忧虑 不是这样子的 讲的是一个命令 那当主这样告诉我们 那主就是知道 这个对你就是有祝福 那你就是要顺服 所以弟兄姐妹 顺服是你要用你的意志 就是我们里面 就是要很坚定的定义 就是主我一定要做 当我觉得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不要轻忽地觉得说 没关系下次再来就好 当然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学习 可是更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来到主的面前 跟主说 主啊你帮助我可以顺服 主我这次做得不好 可是主我觉得 你要帮助我 很重视这件事情 而不是觉得 对主的顺服 觉得好像有也好 没有也好 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可以顺服主 你才可以顺服人 你顺服那个看不见的 你才可能顺服 那个看得见的 所以你的生活 为什么你可以很顺 很平安 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的生活不顺利 或者跟人常常有冲突 就觉得对啊 因为你不能够爱 看不见的主 你不可能爱 看得见的弟兄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学习 一直顺服主 所以眼睛看不见 可是神的话语 或者神告诉我们 里面 有时候神带领我们 我们一直顺服他 人看得见 人没有看见 我们在别人面前的生活 在别人背后的生活 我们都这样子 过一个顺服 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 一直在主的面前 说真的 你的生活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真的 在生活当中 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冲突 就是不顺服嘛 父母跟孩子之间 为什么有冲突 儿女 他就是不要顺服父母啊 通常都是在顺服的事上 起冲突啊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 在职场上面也是这样 谁都不想听谁的 谁都有自己的看法 可是如果说 我们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心 对不起 你说真的 你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 你想一想 怎么会有问题呢 当然 当然我们都需要一直的学习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是 我只是想说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 如果你常常这样来追求神 你会发现 你的里面 你不只会另有一个心智 而且呢 因为你常常这样来顺服神 顺服 我在说 它不是你自己去做一个分析 对你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我来顺服 这个没有好处 我不想顺服 这个人我喜欢 我顺服 那个人我不喜欢 我不想顺服 对我姐妹 那不是顺服 顺服就是我知道 主要我做 那我就做 我放下我的感觉 我放下我的情绪 那这个才是顺服 对不起 我们是需要这样来操练 这样你的心 才会渐渐的有一个 坚定的一个心智 不然真的有的时候 你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常常 因为一个顺服的人 越顺服的人 对我姐妹 她越容易领受 从神来的话 因为神会告诉他一些话 因为神知道这个人会听 神就会跟他讲 就像今天我要告诉一个人 做一个事 如果这个人他都不要听 或者我知道他根本不会想听 我不会找他的 因为我知道他不要听 他根本没有心 那我不会找他 我会找什么 我会找一个 我觉得他会顺服的人 在他的里面 他有一个愿意做的心 那我会找他 那同样我觉得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不顺服主 我们里面 总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考量 很多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自己 我在说 有的时候 怪不得我们 我们不容易 好像真实的 可以这样子的 好像明白主的心意 所以如果你渴望说 我要更多的经历神 明白主的心意 对我姐妹在这个世上 你一定要操练 不管你周围的人说什么 你就是要信靠神 韩国一个牧师 叫做李战秀牧师 他就是这样 他那时候他在美国读书 那也有很好 后来毕业也有很好的工作 那所以就要留 本来也希望可以留在美国工作 这样 可是突然主的护照临到他 你倒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就觉得 他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要做一个传道人 所有就是你要放下这一切 不管你在美国的生活 或者你现在的事业 那所以有时候 那就看你要不要顺服主啊 那今天一个人 他什么都没有 那要顺服主 可能还蛮容易 反正两手空空跟随主 反正就这样也还好 可是当一个人他觉得 或者说他有一些东西 他有一些才华 有一些钱财 有一些事业 有一些能力在他身上 你要他全所有放下 奉献给主 有的人对他们来讲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他的朋友都跟他说 你不一定要回去啊 你也可以在美国 你就是 也许就可以代职事奉就好啊 反正很多人也不会都代职 你就代职就好啊 可是呢 他觉得不是主 是要我全职服事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 被他的朋友影响 就觉得说 哎呀对呀 你看我代职服事多好 我又可以在美国工作 我又可以服事主 反正都跟大家一样 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呀 有的人可能神真的呼召 他们是代职啊 可是如果神告诉我们 做一件事 弟兄姐妹 你没有顺服神 你不会得到祝福了 即或现在看不出什么危险 将来你还是会看见 你的损失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自己会觉得 当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要降服主 就是我们要操练顺服 我们不要觉得 好像说太快 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很多来参考 或者我们来想 你要对人生要规划 要安排 其实我真的觉得 人生你做那么多规划 安排 真的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计划 就是赶不上变化 对不对 所以真的 我自己会比较觉得说 当然你可以有一点想法 没有问题 比方说你存一点钱 不要浪费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 就是你 如果说你太刻意的 一直有的人 为自己的人生 做好细腻的规划 到最后你会觉得 还是 就是 就是很虚空嘛 因为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操练 一方面 我再说 你如果渴望 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要 另有一个心智 好像你可以在 患难当中 你可以一直传练仰望神 不要一直看巨人 除了你要看主 祂是你的意象 然后另外一方面 一直操练 我在说 一直操练有一个 顺服的心 可另外那个信心很重要 我们知道 信心是打倒巨人 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 我们学习 一直的注视神 听我说你一直的注视神 你的里面就会有信心 主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也就是说 主要我们心里不要疑惑 当你面对巨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真的顺服不来 可是你还是继续仰望神 你继续仰望神 你就会得到那个 顺服的力量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知道 我们可以 我们需要那个信心 我们需要那个信心 所以你就需要求神 继续把那个信心 更多的充满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来追求神 当你眼睛 不要一直的看环境 你里面 一直追求主 一直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的里面 就会一直看见 那个伟大的神 你被圣灵充满 就讲的就是信心的灵 它会充满你 那当神与你同在 信心充满你 你就会更多的 有力量 来跟随神 而且当信心充满你 你就会更多的 更清楚的看见 耶稣他就是我的意象 所以听说 其实这个都是 有一些关联的 我在说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会负面 我们会怀疑 有时候我们真的 会用这些 因为这些负面怀疑 会让我们 没有办法 会停留在 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办法往前 因为我们就一直 只看巨人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得到 神要给你的产业 神要给你的祝福 所以你就继续在 那个灰心沮丧 软弱当中 可是当你觉得说 我不要 我要转向神 我面对巨人的时候 我要转向神 你怎么样可以转向神 各位姐妹 我们在患难当中 你可以这样做 所有就是你平常的日子 你要继续的操练 里面 就是要训练自己 知道耶稣 祂是我的异象 我要把主 常常摆在我的面前 我要常常 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我要这样跟随神 然后另外一方面 要操练顺服 不断地顺服主 然后要被信心 就是说要建立 我们的信心 说是你要被圣灵充满 当你常常这样做 就觉得当 即使你的环境当中 有巨人 你也不会害怕 因为你知道 你就会像 加勒跟约书亚一样 因为你定睛在主的身上 你就会说 这个环境 这个巨人 他们是我的食物 我们的主 主能得胜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转向神 说的真的 弟兄姐妹就是 一个人更多将来追求 他更多地意识到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有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你就不会害怕 而且有神的同在 你的心 就会有真实的平安 而且有信心之道 我可以领受 从神给我 他所要给我 一切美好的产业 所以愿神用他的话 这样子来祝福我们 每一位好不好 那我们唱这首 再来唱这首 深深爱你 然后请牧师为我们 做祝福祷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